等一下的話,我們這個Gary,我剛剛提過就是 把它弄起來的話基本上它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用手,將來可以用手撥 它就可以向左,向右 當然它現在功能裡面還沒做到 可以怎麼樣,無窮 就是一直往右,一直往左的功能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也就是點了其中某一張之後的話 它自動會秀出這一張在底下 那點這一張的話呢,會在這邊底下 點這邊會在這個底下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其實背後呢 當然基本的邏輯我想都一樣 首先的話,當然建立一個專案之後 那你會想說怎麼佈局對不對 那實際上呢,那個邏輯也一樣 第一個的話,請你在上面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Gallery的一個元件 那底下的話呢,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Image View 就兩個,兩個就可以了 OK 那佈局上去之後的話呢 程式撰寫其實也非常的容易 那主要就是,第一個 這個跟那個Gallery View的那個範例很像 那Gallery View的那個範例 如果你們回去有多練習幾遍 應該還有印象 最難的部分呢就是在那個什麼呢 Base Adapter 那個Base Adapter呢,實際上就是 Android裡面呢 最容易你會有問題的部分 那那個Base Adapter的作用主要是在做什麼 特別注意 因為呢,我們比如說這邊有六張圖 那這六張圖呢 我要丟給丟到這個什麼呢 丟到這個Gallery裡面 或者是Gallery View裡面秀的話 那首先你必須要先把這六張圖 放在那個我們的Drobo資料夾裡面 所以你第一個就是說呢 要把六張圖先匯入到我們的那個叫RES裡面 那這裡面的話呢 會有這個三個Drobo的資料夾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 這個書裡面是直接把它匯入到什麼呢 Drobo Dash 這個什麼呢 這個H DPI 這一個 不過呢 這樣的做法當然也OK 可是比較好的做法是 最好是每一個資料夾就給不一樣的解析度的圖 當然會比較 因為不一樣的手機 它秀出來的圖大小都不一樣 解析度不一樣 所以最好是每一張都能夠重做 那如果沒有 你不希望懶得這樣做的話呢 建議是直接在這邊怎麼樣呢 先興建一個什麼 這邊有一個什麼 在RES裡面呢 先興建一個資料夾 那資料夾名稱的話呢 你就乾脆 你如果不想分的話 你就直接在上面呢 建立一個叫什麼呢 叫Drobo的一個資料夾 那Drobo的名稱呢 各位可以參考就是上面這個Drobo 那記得這個名稱不要打錯 因為這個名稱的話呢 是固定的 你不能拼錯字 Drobo OK 把它按去按完成 那圖的話我是比較建議 不要放在那個H 建議是把它放在這裡面 OK 好 那放進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六 這個跟這一樣 應該七張圖 那這七張圖啊 怎麼樣可以把它秀出來呢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用一個那個叫Base Adopt來做 那做法上面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首先的話 請各位先建立一個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呢 就是這個叫Gallery EX的這個專案 建立完畢之後的話呢 那也請各位在裡面呢 開啟這個應該如果新的版本 應該叫Activity Man 或者叫Man也可以的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裡面你就做一個佈局 佈局也非常的簡單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你放兩個東西就可以了 第一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我把它放大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在這個專案裡面呢 我們就是放一個這個Gallery Gallery上去 我們用蓋藥裡面來看 就是直接Gallery跟一個Image 那名稱的話 我想你這邊可以自己訂 這邊的話 書上的這個名稱 按右鍵 AddIT 它就是叫Gallery 然後呢 底下有一個Image View 那名稱也叫Image View 或者你要改名稱 你記得在程式裡面 對應要記得修改 那這個元件 它會放在哪裡 特別注意 Gallery跟Image View 好像是放在一起 在哪裡呢 Image and Media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就會看到 這個 第一個 Gallery 你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呢 Image View 把它拖拉過來 把它做一個布局 布局的方法的話呢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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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